中古我所才去方 所达宅 达宅并不达 八十九湖冷家 扩建其原始北水 淹没在山西的荒山野谷中 在一个名叫喜阳贤的地方 贤之上摇凡的多国种敌的 叶城透飞 与叶朗取摩 只因毛的提词尝到 农业朽大宅 已是名闻天下 所以千万的草生者 与外国幽冷 去哪里驱惊学习 参观访问 也把豪奇与乐捞张王 在南史丛中贫瘠不毛之敌 掀取一片高坡梯田 一排军饮式的称色平凡 称名道友 乐情改双 达宅所为 他们有一个好装的口号 狼高山低头 叫火血狼刀 他们吃了了青年投机得 老寒宝婆走 还有居民的铁姑娘班 一个个痴雄抹鞭 灰敲泪死 走也奋斩 继维义务劳动 补给保丑 好是牲口 只需一点草莲 广播声声 红气招战 方现冷得风茂 达朵与青年累得挺筋脱钢 忒此婚家 只为了改变家乡 穷山武学的棉毛 为毛巨席 与社会巨医争光 离经手脸 枯干打干 挑头上山 匹山盖火 阴火于去 行修穴吧 终于填着去一个 冷宫校品院 一区可以杀骨 伯中的龙敌 龙道 虽然一次次被山红 充慧夸他 达札人 有一次次走投类似 从间宅着 人是在朗窝藏里 实现毛的羽公一山 盖操中国的红圆 谁说鱼心 不能强遭奇迹 又是鱼群 就是奇迹 整个中国历史 就是一步鱼心楼 荒唐国立 荒唐时日 气质在毛的一带 行间山下大坝 高下去贫户 南雪薄雕 南火雪盖刀 都是达宅时的国家工程 以达宅作榜扬 平原 平圈 平房 平正一切 得平与平均社会的 迷恋向往 竟然也投射到 山火 大地上 公共食堂 平帝国造法案 就是人民公社 幸福乐园 平 能达宅 从山沟里 全身起来 这种冷丁升天 向指南开展 严重破坏 指南生态的行为 比较活己之身 央己千秋万呆 事实上 搭载这个毛的农业洋版 是由国家财政 无上拨款 不得农坑暂时 成因成谈的 一无脑洞 所谓积极陪伙 资源 大招取来的 一切为了 早晨先权 子里更生 艰苦奋斗 几千年了 也不能把穷鬼干跑 那位曼口黄牙 投杀勃金的 名为阿鬼的称官 被毛自定为 领导全国农业的 中立达成 在某时候 也被干回了 打载 直到新的 愚公神龙 在五楼阔州市 被床找起来 打载那农业 中国的首映 在哪里 没有奇迹 奇能 就没有 未来